605匹野馬 458 Special 突襲香港 大家認不認得這部車呢? 沒錯,現場就是法蘭克福車展 特別版的 458 Special 正式亮相 引來世界各地的傳媒瘋狂拍照 但想不到上週四它現身去淺水溫 原來是適逢香港代理 Auto Italian 30週年慶祝會 你們特別安排 458 Special 作為亞洲站的首次展示 今次有機會近距離接觸 讓我看真點 外形上它保留了 458 Italia風格 帶車身加了一條 由車頭延伸到車尾的拉伸 車頭變方不大 不過車輛的位置就更加突出 鬼面就更流線型 車的兩側多了一條魚皮擾流刀 好搶眼 米芝蓮的PILOT SPORT CUP II 基20吋輪圈 車尾的死氣喉 都由三出色氣喉 兩邊的雙出色 是參考了F12 Bernanetta的設計 車身變輕了 因為無論是車架或內部 都大量使用碳纖物料 碳纖的門釘 太滑和地板 雙色鏡皮的SERBELT 統形賽車座椅 配有碳纖為外殼 課上以一罐法拉里的 458 Italia展示方式 以有R、O、O、或是Long狀件 不過今次是直線排列的碳纖架上面 在458 Special裡面 我感受到一種很RAW的賽車座駕感覺 它叫V8引擎 被廠方稱為史上最強的V8引擎 使用跑車常用的自然吸氣式 馬力達到605匹 配合這架車的不同行駛模式設定 例如使用Sport的時候 可以將它發揮到極限 它還引進了一些動態特性 包括藏身的SSA即滑角控制系統 被駕駛者在極限狀態的時候 仍然可以輕鬆控制車輛 提升駕駛樂趣 可惜它只是短暫停留3天 相信它將會成為收藏者最愛的超跑之一